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试本场次论坛主要的议题 首先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论坛的主持人及分享的讲者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主持人 经济部水利署张广志副总工程师 台湾气候联盟洪启明秘书长 以及今天四位的讲者 经济部水利署水利房单中心林医生主任 开云工艺环境改测网络徐龙创办人 台湾防灾产业发展协会黄绍卫秘书长 台湾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柳宗盐高级专员 接下来请今天的主办三位经济部水利署张广志副总 为我们开场致辞,有请张副总 谢谢,谢谢美丽的主持人 各位大家早安 早安 各位平安 很高兴今天在文化水的部分 我们来谈一谈 怎么样去做全民抗战 跟各位报告一件事 其实联合国有一个世界经济论坛 今年世界经济论坛,全世界前三大风险 第一个就是极端气候 第二个是气候调食行动失败 第三个是生物多量性 其实这三个加强就充分的反映出 AR6话讲的 未来全世界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高温 第二个就是干旱 第三个就是极端降雨 我们从欧洲、非洲、中国大陆、台湾 美洲,没有一个地方例外 都面临什么事情 干旱 三分之二的这个面积全部都被水淋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这个是过去史无前例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过这个东西其实再告诉我们 未来发生一件事 最近过去三年我们面临 就是最研究的是COVID-19的那些 它是一个pandemic 而且这个pandemic非常非常可怕 延烧了三年 BA5现在又有BA7 今天最胖的就是谈BA7 可是未来 我觉得2023年 比较后面 更可怕的一个瘟疫 其实就是干旱 而这个干旱它是没解放的 没办法解 其实还是都是来自于水 那未来的20年 水的议题 水一发生之后 其实所产生的音乐就是非常非常强烈 那彭博士呢 他本身就是多元宇宙的代表 他可以在学界代表 他可以在企业代表 可以在组织代表 他其实就是反映出来的问题 就在这地方 每一个人 其实他都有不同的面向 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国家做出更多服务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真正的创造一些更好的一个新的水价值 我们现在很难改啊 上五十几岁已经改不了了 可是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有机会 让他做一些改变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其实 刚刚讲到说 这个全世界在今年遇到很大的干旱 我最近在看了这个前因后果 其实你看 三四月在欧洲 连中国 他们的气候的单位 气象的单位 都预报过出来 七八月会发生 点中感染 三四月的时候 觉得那个 反胜因要结束了 现在反胜因要远到明年春天了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 就凸显了一个问题 这个到底预测上 可以做到哪一种程度 我们如何用到这个资讯 到最后还是 有一个气象单位当电背的 还是说 我们一起来做 不过 中国大部分他们 我们看到他们的 检讨 他们觉得水资源的管理 不见得是上面的这个下雨的问题 跟资源的调度是有很大的关系 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 其实来了很多 不一样的面向 其实我非常的 敢配水利鼠 其实以前你们只要 甲房跟乙房就结束了 但是现在呢 愿意跟民间一起互动 但是这个互动呢 如何去深化 而且变成一个习惯 谢谢孔民主党 明年第一场演讲 主要是谈到政府如何推动民间参与地方防灾 我要小心民主任 谢谢 副总秘书长还有我们有师兄和他 大家早安 我是水利鼠防災中心的主任 今天很高兴 跟这边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水利鼠在推动自主防灾 防灾社区的最近这十几年来 我们的一些经验 跟我们的做法 还有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水文化 会用全民防灾来做这个待遇 其实就是因为从刚刚 各位可能都有看到那个影片 其实这些社区 因为有了这个防灾的志工 有防灾的元素的进来 它可以让它的物场 能够去获得一个保障 就是说 它不会因为一场台风 豪雨而产生很大的损失 营造文化 生活生产各方面 来介绍我们的社区 另外还有我们平坚的方法 我们如何去推动 让社区能够推动起来 因为现在很多的政府部门 想要做全民防灾 可是它并不知道说 怎么样跟这么多广大的民众 能够有连结 要怎么样去组织这些社区 因为政府单位 它可能能够联络到的人 可能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一些机制的设计 平坚制度的设计 给它一些奖励 让它这些社区 能够慢慢的发展起来 最后能够达到 它可以自己的一个运作 首先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成立 这个全民防灾社区 在 就是在莫拉克台风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就是 因为 是不是应该要透过 林里之间的互助 来减果 来达到 民伤亡 还有减少我们的灾数 所以在莫拉克台风之后 水利署就开始推动了 水患自主防灾社区 在场的我们的 县民商主任 以前其实也是这个 推手之一 目前为止 已经有全国已经成立了 520个水患自主防灾社区 520个多吗 其实不多 台湾的乡 台湾的乡 的村里 其实更多 我们希望说 以后 能够持续的来推动 这些社区的成立 可是政府的财力 跟资源是有限的 像平东 嘉义县 我们给到90%的补助 也就是说 40万元的经费里面 中央政府就出了36万 地方政府 他提出来 给我们申请的时候 他基本上 他只要配合4万元的一个支配款 就可以成立社区 接下来在成立社区的一个方法上面 首先 刚刚我讲的 我们有40万的经费 大概就是按照财政的比例来分级 那目前来讲的话 云林县大概成立的社区是最多的 其他县市 也陆陆续续来成立 他们各个县市 除了这个一开始的成立之外 按照主计总出的一个规定 其实政府 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分工 就是中央可能给一开始的筹设的经费 可是后续的违运跟操作 是由地方政府来去做那个补助 来去做支持 可是在其实很多乡镇 在很多县市 他能够给乡镇区的一个补助 其实是不多的 所以后续的营运 就需要社区 可能在跟一些外部单位 来去做一些合作 所以 社区成立之后 接下来就是由地方政府 来负责违运跟操作 另外他会有一个 平建 我们每年透过一个平建制度 水利署透过一个平建制度 我们每年大概 多了六百多万的奖励金 给这些社区 来去做一个平建 这个平建 我们自诩为是一个全民防災社区的 奥斯卡奖 我们把它 我们以这个精神 来去做这个平建 我们希望平建做到非常的公正 竞争 然后能够受到社区的一个肯定 所以每年他都会以社区 经过三个阶段的平建之后 就会获选出优良的 但同时 我们在 给予这些社区 基优颁奖的这些奖励金之外 我们相同样相对应的 我们也会针对一些县市 他办的比较好的县市 给他一些基优县市的一个奖状 在公开场合像 前天我们的 水州的一个 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 就是有颁发基优县市的一个奖 我们没有办法 给五百二十个社区 每个社区都给他一万块 或到两万块的奖励金 如果说五百二十个社区 一个社区给他两万块 可能就要一千万的经费 这部分 而且普发的状况之下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讲忧太练 没办法促进社区之间的一个竞争 跟一个循环 所以我们透过评鉴的制度 有分为三级 因为五百二十个社区 所以在评鉴上 我们透过分布在全国的 第十个核串局 他先去做评鉴 各县市跟他相应的核串局报名之后 他会先评鉴出一个最基本的 假等的一个社区 我们就给他五万块 会有四十二个假等的社区 另外 他也会评鉴出 他们觉得可以再往上争取的这些社区 往上争取的社区 就由水利署统一来办 他会 叫做第二阶段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评选出优等 优等我们会有十万块的奖金 除了优等之外 我们也会到现场去看 我们会组成一个专家 跟各部会 针对全民防灾的一些专家学者 我们会成立一个评选委员会 去到各县市政府去看 所以其实每年要做这个评鉴 是要花一些时间的 那最后得出来的 就会有特优社区 特优社区 我们以往给他二十万的奖励金 在他来之前 各位可以看到 村里长社区的指挥官 他就会去要求去 把他的志工召集起来 去整备他的无线电交通指挥棒 另外 在灾前 会去清水沟 他们社区的水沟 所以有人跟我说 一个社区得二十万很多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社区 你给他二十万 如果由政府来做这些工作 二十万做得 有办法做得起来吗 一定是没有办法 你不可能请到一个人 两个人 这么多人 去做这么多工作 一年却只要花二十万的经费 所以 这些经费多不多 其实二十万可能 各位可能觉得很多 可是其实对一个社区来讲 他所投入的心血跟心力 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奖励金 只是说让他去push 去催化他整个社区的一个运作 在灾中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更重要 就像刚刚讲的 莫拉克台风的例子 政府的救灾人员 其实在那个当下 并没有办法去救那么多人 也没有那么多人力 甚至根本交通状况 是不允许消防人员进得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 社区就可以去做一些老人的 因为社区会有一些中壮年人 青年人 现在我们去看了每个社区 他会针对他们村里面的一些 弱势的保全人 去做造册 而且哪一位志工 要去撤离哪一个老人家 他们都已经事先安排好了 连他的儿子联络电话 要找谁 他是要医亲 还是要到收容所 还是说他家的二楼 可以直接避难 每个村里 并不是在每个村里 都有做到这些的一个设备 如果30公分的时候 他会收到简讯的通知 他就知道说 他村里的里面哪一条道路已经淹水 这是我们现在想要推的一个任性 社区能够很快的恢复到平常的一个正常生活 所以 我们一个社区给他 20万 18万 10万的奖利金 其实 确实是 不 虽然多 有人说多 其实要做这些工作都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 我们在很多社区的评鉴的过程里面发现说 只要有村里长 他能够组织这些志工来做这些防灾的工作 同样的这些志工 其实他可以做到非常多的工作 比方说像我们看到很多社区做一些老人的共餐 有每个里长指挥官 他会成立几个 这个是他的一个社区的指挥官 另外一个 舒散组 舒散组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在灾前 会去对所有的保全户 弱势户去做一个造册 前几天有个新闻 就是那个台南仁德区的二航里的里长处事 就是各位不知道能看到这个新闻 他打疫苗当天就处事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蛮震惊的 因为其实那个里长 他对那个里的贡献真的很大 我们也去过现场去做过评鉴 为什么我会提他呢 因为 他们那边有个老人家已经九十几岁了 一个老阿嬷已经九十几岁 行动不方便 而且一个人独居 所以 他跟那边的企业 跟那边的一个叫 一个邻近的企业叫中华保全合作 所以说有一些社区 他开始跟他的一个邻里合作 像这个是宜兰的梅州社区 他跟在地的福伦社合作 他去提供了一些雨衣、雨鞋 还有手电筒 那这是彰化的一个福星的社区 以后的维孕金费除了县市政府之外 我们就是靠奖励金 中央的部分可能就是靠奖励金 每年固定大概是670万左右 这张照片是宜兰的郊西的玉田里 同样的他也会跟校园合作 每个社区 从我们的观察 不管我们从书面的资料 或是去现场的评鉴 我们都会发现说 每个社区 他可以透过他在地的一些地理的特色 比如说他那地方是工业区 他是种农田 他就会发展出他不同的防灾的特色 玉田里 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他在宜兰地区 宜兰地区第二期的水稻 目前是没有在耕作 所以他就跟他们村里里面的这些水稻田的这些地主合作 另外当然还会跟一些安养机构 还有医院 因为在一些比较偏僻的 比较说比较乡下的一个村里 乌日里的前主理的林里长 他就是透过一个区域合作 因为他已经做到种子社区了 他基本上 他今年就跟我们说 他不来参加比赛 因为他觉得他参加比赛 会挡到后面的人得獎 所以我们就因为他这个想法 我们就去发想出来说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一些肯定 不一定要经费的资助 因为他运作了这么多年来 他跟企业的一个合作 他已经不太需要政府再去挹注他资源 他自己可以运作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才会去思考说未来的一个方法 那这部分的话 所以他跟民进的村里 他有一些区域联防的一个合作 这个是观音区的树林里 他利用他一个没有耕作的农田 或是莲花石 他去做一个像这样子的水管 在台风来之前 将管子放低 那水 只要水位一上来 他就可以透过这种管子 只要一个管子往上往下转 水位就会开始降低 还有后续的违韵的一个问题 那透过在地村里 刚刚观音区就是树林里 另外我们这个是台南的公亲里 他还去制作了一个类似像 竹法沙灘车 来让民众在淹水大概四五十公分的时候 也能够做及时的撤离 那最后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叫高雄市 永安区的新港和里长 就是刚刚在影片中也有介绍到 新港里的里长说 他的里里面有三十三公顷的余温 三十三公顷 所以以往没有组织 等到雨真的淹很大的时候 这些石斑会流出来 石斑的高经济价值 所以在以往没有成立组织的时候 每个余温各行其事 就会造成那个抽排水的时间 就会很混乱 而且也可以达到在地滋红的效果 避免这些雨水淹到社区里面去 以上就是我针对这个社区的一个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社区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要努力的 包含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这个广度 让更多的社区可以进来 一些比较不熟练的社区 我们可以让它可以进来 另外我们也发现在各个部会当中 包含了农委会还有土石流的防灾社区 消防署的一些任性社区 未来这些政府的资源 跟这些工作怎么样整合 其实是水利署未来要推动 持续要推动的工作 以上是我今天的一个简报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下一条演讲是由民间自主发起 谈民众如何与政府合作传递资讯 我们请彭琴明秘书长 帮我们做个引言 有请彭秘书长 那个徐武龙 我都叫他哈霸 哈霸 他待会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叫哈霸 那他其实 我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在做空气盒子 他原来是在租科的工程师 那他做空气盒子呢 因为政府做的这个环保署的那个站 一个站都很贵 一两百万 他也不能建很多 然后后来呢 我们民生公文物联网之前 结果他们就建了很多 然后后来政府又大力的投入 所以把这个合在一起呢 就变成一个网络 然后后来大家都比较相信 有时候会比较相信 他爸做的 因为他们是公民的参与 那时候呢 我就说那你可以做做水啊 其实他后来呢 真的就投入在水 那他真的是用一种 十字求是的精神 参与了这个 跟水利署在一起去讨论的很多 听说被你们磨得很厉害哈 没有我们互相磨 互相磨他 水利署被我磨得很厉害 然后我看到他以前 我们民间区都常常坐在下面 他是坐在主席位置 欢迎主席 这个投影片是公开的 这个叫做CC版内 在政府相关的投影片 我都大力要讲一下这个 CC版内的意思就是 这个投影片 他是公开可下载 你可以自由引用 那这里有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点进去呢 就有今天的这个投影片 那其实 我历年来 好几年的演讲 投影片 也都在里面 然后 如果有露营的话 露营也在里面 这就是我们做公开的 就是很怕别人不知道 就这样 好 那就是今天的主题 那这个 这里主要的是 这里主要就是我们 中央杯的一些决策伙伴 那其实中央杯最重要的伙伴就是 那一开始 那一开始 今天讲完主题 一开始我们先讲 之后我们在这几年 跟子力所合作最大的一个 就是achievement 最大的成果 就是 我们这个是一个中 这个 这个是一个总统杯的专案 这总统杯的专案 你可以帮我点一下 左下角那个专案影片 对 那因为这总统杯的 你去年胜出之后 总统图 或者是 总统杯他就给你做一个 很赞的影片 这个时候不拿来放 很可惜 那这个就是 这样 我们的专案 就是总统图 好 好 好 那这个很转 那就是总统杯的活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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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次我们的专案的名称是 喝好水 吃好物 有两句 那我们这个专案的缘起 想知道我们的水源来自哪里 我们的核酸水源干不干净 然后另外就是吃好物 就是我们农村里的水源是什么 我们住的安不安全 我们住的环境的品质是怎么样 那就功能来讲是一个很直觉的问题 那我们想要利用这个专案去整合这些资料 建立了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政府单位 让我们的社群 让我们的公民可以对话 这样子 他就不会因为科技啊 资料污水的原因不法 去用数据去看到一些真实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一定用这个机会去回馈给我们的政府部门 告诉他们目前的数据 我们的一些方面的缺失 促进对话之后 我们可以一起打电话 喝好水 吃好物 有两句 好 那我们先回来 那 那那个是 中文部做的话 这个比较清楚 而且 因为它里面也有英文 好不好 所以这个国际研讨会 再用一点 好 那实际上这里是连结 2016年加入新政才对于 那个要管 然后 呃 这个 刚好 是唐工 多年都讲开得出 好 然后呢 我们先看最重要的产出 你帮我点那个 附晒展示影片 好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一开始呢 喝好水嘛 我们会先点你住在这里 然后你要知道说 你的水是从哪一个进水厂来的 进水厂是从哪一个取水口来的 然后取水口呢 你想要知道进水厂或者是取水口的水质跟水量 水质跟水量也有关系 然后比方说你这个自来水厂它服务哪一些区域 意思是这些地方跟你喝的水是差不多的 吃的东西 健不健康 简单讲就是 农作物用的水好不好 所以一开始呢 你先点一个乡镇 这个乡镇点进去呢 你会知道它有缠什么样的农作物 也就是说这些农作物 它在这里用的水 好不好 那最主要就是观察污染源 不管是工厂农地工厂还是什么样的污染 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做查询 那住的地方安不安全呢 基本上就是水保 就是浅至溪流 那浅至溪流呢 你一开始是要知道浅至溪流 比方说浅至溪流在哪里 那水保那边它有那种涂层 是可以让你比较容易看清楚浅至溪流 可能在哪里 那我们也会把政府的一些 就是国土利用的一些做套碟 那我们也有做群中标注 群中标注意思是 你可以去拿照片 然后手机照相 照相之后它就会 直接就在这里会显示 你关心的东西跟照片来做结合 是民众自己拍的 这个是群中标注 那我们做了一个叫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针对流域 我们可以给它核酸集去 你要看粗的看细的 然后这个东西是模拟某一滴雨 掉在大地上的时候 它是怎么入海的 你知道它会帮你算路径 然后让你在地图上 看到它是怎么流到海里去 那我们也有把那些相关的工具做释出 这叫水文分析系统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种温泰到底是什么 因为刚才都是广告 后面这几张投影片 然后是跟总统参与文报告的东西 那我会稍微讲细一点 我们认为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在我们缺乏一个公司之间讨论的平台 我要讲一下是说 这个公文片是去年就做好 很多东西我到后来有更多的学习 有更多的看法 这个讲的比较是去年那个时候认识 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平台 来交流 好 那我们的解决方法 简单来讲是我们会有很多公司协力的会议 公司协力的会议 我们是讨论资料 所以我们第一个产出呢 就是我们把很多的资料弄出来 释出 这个 在我们那个时候叫做总统杯 QG是黑客手 那我们总统杯总是要做一些实施 所以我们就释出一个系统 就是刚刚那个是原理 我们讲的这个东西都是在去年 这就不用讲了 好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呢 我其实也念不出来 反正就是四五位开放永序 四五位 不是四五位永序公司协力 这三个 好 那什么是永序 好 简单来讲我们先看一个整个大流程 这个 我等一下会解释 我们跟水利署协力 一开始是跟水利署协力 因为刚才那个 红伯都讲了我们那时候 我讲一下那个时候故事 那时候应该就是 民政公司联盟网 然后他有就是 产业联盟 有长官想退公司协力 对我来讲 这最好事啊 我们可以跟公部门协力 就是不用像我们民间用草的 然后后来呢 就是我们所号称的 后总统杯时代 就是比方说今年 你要讨论一个东西是 马上就要能够有行动的 而且马上要能够有行动的 但是不能有钱的 因为有钱就很难马上就行动 那资料刚好就符合这种特性 因为资料你要改 马上就能改 下一次会议前 你就有可能改好 所以 资料是我们的主题 那这个东西都是产出 这里面 刚才你看到一个私人地图 是一个网站 是一个App 彭众说的 彭众说的 坐在中间 因为他们叫我坐在中间 我就不客气 我就坐在中间 是名 我所谓 反正人家可 你就不用害他 不用客气 一开始 其实这一开始 在我们跟水利署开始 要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 其实我很伤脑筋 因为我连什么叫公私协议 都不知道 我没听过 好 后来我就想 往上查也查不到什么东西 后来我就想公私协议 万文生意 公 公也就是公部门 这不用链子 私是谁 对我来 对我理解 跟大家理解不一样 开放 我讲 这里面有几个特性 这里面应该公部门比较多 你可以去想想 每一个你都想了 你会怕 第一个是 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 这叫选择正常伙伴 简单讲他是使命制 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 所以 里面要成为议题 都因双方统一的 到我们目前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同意的 但是 结构这里在创造一种 合作的方法 所以呢 吵架的 我会给你来 你放心的 我会给你来 那你公部门的资金来讲 你怎么可以随便 不可以给他来 对不对 抱歉 我是民建 我不给你来 我就不给你来 大概是这样 那后来 后来就知道说要平台化 平台化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在 后来建立的 的群 那你可以看到公部门很多 那有私部门 跟学界 基本当然 这是那个时候的状态 后来没有更新 那我们来讲一下 整个 这个东西 协力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讲开放资料 你以为讲 开放资料 讨论就结束了 没有 开放资料讨论跟进步 还是有过程 所以一开始呢 跟水利署协力 这些都有时间 一开始 我跟水利署协力 第一件事情 我遇到了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那么多 水利署的系统 很棒的系统 我都不知道 我算民间代表 我不知道 那知道的人一定很少 因为我既然又关心这个主题 我又在社群核心 我还不知道 那知道的人就很少 那问题是水利署做的东西 每一个都是纳税人的钱 知道的人很少 这是什么回事 钱白花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就是一个问题 从一开始不知道 开放资料为什么那么乱 资料为什么应用不起来 水利水保不协力 水那么复杂 怎么搞清楚 资料发生功能 我们都做了一些事情 想办法改善 不能说我们改善 而是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让它进步 好 那我们的成就 每一次开会 好像开会就开会 好像只是开会 不是 就是每一次开会都会有成果的 比方说模式建构 释出系统清单 释出开放资料清单 启动投资的印刷 释出wiki 这每一个会议都有 那到了最近 今年所有的协力会议 每一次协力会议 都会释出情报地图 那个流域的情报地图的一部分 那这个是我们的总统杯 在后总统杯时代 在总统杯结束的那个时候 我开始想说 那明年要干什么 我开始画这张图 它其实就是 头衔期的深化 把头衔期的部分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复制到其他三个流域 然后下面是一些基本功 主要的基本功就是要加强 这些来参与的人的私讯的能力 处理资料的能力 所以我们是 水利署今年的公司协力图 那也是什么优秀图 那在二合群我们做了什么 所谓的二合群深化是讲地图 情报地图是我去年在 就是 首当有约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有一个东西叫情报地图 那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民间版 我的认为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流域情报开放地图 然后呢 其实整个调试计划 它最重要是跟民间沟通 建立越境和议题 那你要跟民间沟通 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你在做什么你要跟你讲 所以二合群它在其中 其末报告都在会议前 会议后都有对外释出 我讲的是投影片跟报告 这个非常特别 那因为你释出了这些东西 我们民众就可以知道你在做什么 然后里面各式各样的图层 含历史文物什么的图层都会有 每个流域都会有 那情报他们指的就是 你要做出一个实体的 不要每次都让人家点点点 每次看到都不一样 这是实体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 有释出这个 有释出这个 然后每个流域在释出的时候 最起码都有一个到两个这种东西 那其实情报地图很大的问题 在于你那么多流域 你资料怎么整合起来 怎么同步 怎么merge 那我们有用一些Github 用一些方法来做 我想这个 公司协力的一个活动 很多水利署的长官都要来参与 那其实我们在里面 就给大家 当场就出去说 去王导小小的 出去走 然后拍照上传 然后拍照上传 就是用我们的群众标注 直接上传之后 就可以在石原地图看到 而且当场把资料 一两天之内 把资料放入情报地图 这个是NAS在这么多年来 跟在开放资料领域里面 对社群的贡献 这每一个都是系统 你试验地图来讲 就是一个系统 每一个都是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 大家有没有开链排放 它也没有融合资料 它有没有提供API 它是不是一个APP 它会提供新资料 给大家一个有点像是一个中标 理论上它还有后面一个参港业 参港业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讲出来 谢谢 谢谢 下半场的演讲已经完成 接下来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 会场外面备有饮品 请大家休息一下 并借此时间多多交流 也请20分钟后回座 下半场演讲已经于10点40分开始 谢谢大家 另外一个提醒大家 场外有公务人员时数登陆 也请上位登陆的不要忘记 谢谢 I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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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謝謝廣東大運動的這個幫我說 對做這件事情其實它有一個脈絡 我發現我想要用這張照片 就是高庚大西地的這一個名畫 來說明我的這段西部歷程 就是它來畫這 也剛好唱上我們今天的永續 就是我們從哪裡來 然後我們是誰 我們是什麼 我們會往哪裡去 就是我所學的這些地球科學的訓練 然後到後來接觸產業 那這些在這些學養的知識脈絡 我如何帶領就是我們看到 目前台灣可能跟日本不太一樣的 房災產業樣貌走到未來這樣 所以用這幅畫來做一個稍微開場這樣 那這是我的一些過去的一些經歷 那的確我一開始是在台大裡面 就是很專精在我的學術研究 然後後來走入教育端進入第一線的教育現場 然後又在剛好在礦物局再過一段時間 那這些經驗到後來變成 我後來變成就是在我的思考方向上會有點不一樣的在 我向大家看一下這些照片集 這個是當我是一個地質學家 又是一個海洋學家的時候 因為以前我非常喜歡出野外 就是這就是我在山裡面跑在 這是陽明山的一個火山 就是熔岩 噴氣口後面滑滑的都是流管 那這個是在青山山高原上面調查 以及我在碩博士時期的那個在海上採樣 那右下採這一張是在蘭陽溪 為什麼 因為大雨過後的那個洪範成績 我就去 老師就派我去採那個岩心 因為其實我的老師他是做放射性定年 他可以定到一些近代百年的這個 那個地質年代 就是他可以 其實剛剛講到46一年大家都會嚇到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學地質就是這樣 他的尺度啊 時間尺度 他從最少最短的都是百年起跳 那我到底會成為什麼樣的 那像這個就是海洋岩心 我們踩上來的時候 那這個岩心大家待會可以幫我多注意一下 因為他真的就是我們今天伏筆之一 那這是我在教育現場的時候 這我覺得我在教育現場的經驗促使我總部產業 因為那時候我是一個高中地科老師 我發現天啊 我們明明災害很多 可是地震在咬的時候 學生很會考試很會背很會寫 但是他們不會做任何的應變 甚至他們想應變的時候 他也沒有東西可以去保護自己 他沒有更多 當然我們現在法律教育做的比較好了 那促使我走進產業之後 想看到產業到底有什麼樣的東西 那也因為那時候的教育 就是那時候的學生很喜歡地質 所以我們需要去管控這些 測量在運載的時候有沒有漏失啊或什麼的 那當時我的這張照片啊 你知道上面這個黑黑小小點都是人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台車多大 我後面這張照片其實就是一顆輪胎 它超過一個人的 搞像是實心 它這顆輪胎就可以買一台國產車了 所以在這個思維會讓我們完全難以想像 我們平常接觸的 那這張圖其實就是今天我要說的 就是我們很容易以前做做在當地質學家的時候 我看到就是極限就是海馬 就是陸地就是陸地 海洋就是海洋 可是當我成為海 在讀台大海洋地質學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它不應該是這樣 在陸地上有火山 海裡一樣會有火山 它不會因為有雪的阻擋而消失 所以全球大概那時候的海平面 比現在少了130公尺左右 那我們的這個台灣海峽 對美洲那時候直接跟中國是相連的 陸地是相連的 我們的台灣海峽就是一群沼澤 它最早其實是來自於軍事的發展 就是它蘋果發展就是因為美國 它去探索它的潛艦 它都看整個海洋地形可以躲哪裡 我們海洋整個日常 就是風浪不好的時候啊 你還是得去做這些研究 那它是24小時上班制的 那這個可能理事長 可能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其實有一艘海洋研究船 在2014年的時候 在澎湖觸礁 那那一天其實它也是為了調查這種 那個Aerosol的傳說 這個啊 像這個就是像軌道船這樣 它整個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這種鋼籃有時候會突然斷掉 然後可能就會造成受傷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在採岩溪的時候 這也是因為在台灣東部外海下去 三個小時垂降喔 這個不是拍電影 這是我們的後甲板 外面的海浪是這樣 這是船上的傾斜雨 左右搖30跟40度 幾乎所有的那個抽屜都要綁起來 因為東西又飛 然後這就是我們在船上的研究人員 幾乎沒辦法吃飯 就是趴著 因為你醉也不是糖也不是蘸也不是 就會想吐光光 那像這個就是採水器 我們為什麼要去採這些爛泥巴上來 因為它海洋藏了很多氣候的秘密 這個秘密是什麼 像以鄉形為心 岩溪為例好了 這個爛泥巴它這樣採上來 它這個土就是要這樣子 用這個方法不能擋 因為我們要它是表面岩溪 這個爛泥巴不是採上來敷點用的 它裡面有這個東西 那這樣子拆起來 然後它裡面去用 把爛泥巴洗出來 裡面有很多的油孔蟲 像你現在看到這些 都是浮游性油孔蟲 這個大家可能他被認不出來 他其實是我們前環保署長 魏國院教授 當天我跟他出這個行社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我這麼開心 因為這些不是泥巴 這些全部都是這些白色的油孔蟲 滿滿厚厚的油孔蟲 他在他活著的時候長這樣 它是浮游的 然後它殼體在電子顯微鏡底下是長這樣 那它可以幹嘛 當我們用顯微鏡這樣子把它漸走 然後一顆一顆挑出來之後 把它放到儀器裡面去分析 因為它是碳酸帶殼體 所以它的紀錄海水裡面當時的溫度 然後幾個這樣比下來之後 就可以知道當時是溫暖還是寒冷 以上面這個煎冰體為例 因為養18跟養16 16比較輕 所以在那個比較溫暖的時候 這些冰溶下來的時候 海裡的養16會比較多 所以當這個紙 比紙變低的時候就是負紙 這表示它是一個比較溫暖的環境 那紡織呢就是當它紙變大的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冷的環境 就是在這邊我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這些都是 我圈出來的這些區間 都是比較一個暖的時候 以及這是比較冷的時候 那我剛才一直強調說 我們地質年代都是很久 像這樣子就是10萬年 然後這樣一大個就是60萬年 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大家看一下喔 20萬年前 這一個是一個溫暖的時期 非洲大陸當時我們現代人的祖先 剛在那時候開始蒙養 然後它是一個溫暖的時期 它是我們地質界的 可能毀育參半爆點不一 他是天才 但是大家會說他是瘋子 為什麼 所有地面地質的人 都會聽過這個許敬華教授 他是院士 可是他當時出了成名的那本書家 古海荒漠 他當時啊 他說地中海曾經是沙漠的時候 全部人都說他瘋了 真的可能 這是海洋一片我不知道 但就是因為他透過剛才那個煙心 他發現地中海 鑽出來已經有後悟了一層炎炎 蒸發強烈蒸發的那個 炎淚 所以他說這以前一定是沙漠 然後把年代算出來 可是他這樣講的時候 慢慢的去顛覆了過去以往的觀念 就是由許敬華教授在書裡面提到的 這個大小鬼火 他就長這樣 一個 一個是盧凱族的聖地 那他大概是兩千公尺高的一個高山湖泊 所以他旁邊沒有河川出入嘛 那我們 就是陳正宗教授還有他的學生 跟剛剛許敬華老師 那所以我這邊用大量圖 其實也是要告訴大家說 不管是湖象沉積物 封城沉積物 海洋 或者是森藻類 他其實這些鹽清沉積物 代表他裡面有很多的氣候訊息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去辨別過去的歷史 花狠的包子去做建種 那另外還有其他的地質人 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去建立 那剛剛講的都是 就是海洋沉積物這一塊 那我們現在講的大慶裡面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這個沙暴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現況 我們理事長可能大家可能現場 或多或少也都看過這個中國的報導 那我在江蘇那裡 特別是有看到這樣 我把這個 這是我那時候的新聞報導照片 那另外呢 這個買啊 這個在二星雲圖上 他其實是可以容易去鑑別出來 他導致了什麼 導致了北京啊 大家知道這個 這是一個後來被網民開玩笑說 這叫艾克蘭 因為那時候我的大學同學在北京大學讀博邦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時候他們被管制 因為這些說各國元首來到那邊要開會的時候 他們鄰近區域完全 車子不能開進去不能燒美 大家就是一起冷這樣子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這個天安的那邊就露出藍藍的白天 藍天白 所以就被大家戲稱這個就是艾克的藍色這樣子 那這個不是我放錯照片 就是北京電視台 他在不同的狀況裡 他完全看不到 那這也是他們像人間先進一樣 所以這種沙塵暴越來越嚴重頻率越高 導致他們去思考 剛剛講的這種現象之外 我想要特別提到的 剛剛因為在隱民的時候 理事長跟張副總共也有提到這個聲音現象 這一年1997年 我不曉得大家對這個有沒有印象 因為我這裡是南部人 1997年那時候剛好是我高三 那一年的冬天 因為我們家的習慣就是要圍爐 要吃火鍋 那一年就是為了延續傳統 硬要吃火鍋 但是太熱了 那到每個人穿汗山 吹汗汗山 一定吃火鍋 明明他就是一個除夕夜 所以這個強盛陰的1997年 紅通通的這一片 在當時是什麼 智利的沙漠開花 澳洲的農夫很多都治山 就是在那個9月中的一個新的一個報導 在這個是美國的干旱 在9月的時候都還一直持續擴大 還有阿根廷 那這是剛剛提到的巴西斯坦 以及澳洲 這個反聖英 他現在觀察應該是會 從2020年5月開始 也許像剛剛理事長提到的 他會持續到明年 而且他的這個金額會多少 會到1兆美元 其實布料越少 就是一個氣候暖化的證據 好 我的時間很 好趕快 這是我們的貝里斯友幫 就是這個當時他有來 簽訂喔 來參加我們的這個 水滴鼠的這個會議 那他在哪裡呢 當時我去參加授訓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很地洼的地方 然後這邊都是沼澤 而且11月的還會突然下起這種 那個雨 而他旁邊就是一個潛水勝地 他總共有6個行政區 但到他這裡呢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低洼平寬 接近海平面的 那他發生什麼事情 他那為什麼跟台灣有關係呢 就是因為他在1961年 被這個哈利台湯摧毀 所以導致他遷都 那他他就在1970年前都的時候 他開始就是一直都受到這個 災害的影響 所以他呢 因為人 他的居民都居住在這些地洼地區 那個11月的時候 他就有成功的讓這些居民 能夠避難疏散 那在當年呢 他們的那個團隊 環境部來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也遇到米塔颱風 那他們就我們也是帶他們去 像台灣人這樣採買一些防災食品 然後就是大家在灌在旅館裡面 那是我們到了那個被遺失的時候 的這個教他們的 那這個是販免基金會 他對台灣的這些相關的防災周邊 是非常的有興趣的 好我講的是現象 這個是全世界的成績學大師 我們台灣就是個紅紅的小點 我們每年進到 呃 海洋裡面的這些沙石土米 非常的多 多到就是他被被特別談到 而且特別都是貢獻都是像 這種山川橋河 就是他佐水溪還有高平溪 被他列為首要的一個貢獻 那為什麼台灣國土微粹 他還會造成這樣的大位塑沙量 他有什麼的影響 其實就是因為地震很多 他的這些沉積就免不了一定要入海 那如果沒有入海的時候會在哪裡呢 香降雨就是香降雨的照片 我有講很快 就是在可能假設就會在水庫裡面的 那這個東西我們如何去改變 這個東西可能在其他成績做清淤 那不行我要講快一點 就是這個另外一個問題是在這個是 海底電纜 藍色都是海底電纜的部件 那他影響這些沙石土米 假設他真的進到海裡 你知道在這個2006年的這個地震 其實陸地上沒有發生什麼 可是那次的網路變成嚴重的這個 就是delay 那這個就是電纜被扯斷的照片 那他甚至我們透過延新曾經 他可以鑑別出在很多次的災害裡面都有 他就順著那個高平海底峽谷 這樣一路送到外海去 而且他還影響什麼 他不只是扯電纜而已 他還扯我們的柴水管線 他影響的就是我們台灣周圍有這麼多的這些 衛生的東西或者是產業系統看到 但是因為我們的災害很多 所以我們面臨這麼多的這個災害 台灣其實算是世界上地球最危險的地方之一 那當它同時發生的時候就會有複合型災害 那這個最顯著的例子是311地震那一次 他可能每一個自在因子是單一的時候 可能當它交在一起就會變成一個難以接受的解決問題 像這個是那個在避難所的照片 那台灣真的是日本 台灣台北是第一名 那日本呢我想要給大家快速看一下 這是日本311的這個資料照片 他們其實未來還有一個更大的危險 就是這個南海海潮大地震 那他的這個海潮 他的損失會到200兆日幣 這裡大家快速看一下 就是這個海潮其實背後是很多很多的水平 而且只要超過30公分 其實大部分他的生存率就會變低 但日本做了什麼 他們做了很多 他們不管是產業或者是這個避難塔 都是還有甚至還有這種防災食物 以及他們最多的還有貓狗避難 以及這個就是那個販賣機 好 那這個日本跟台灣的這個差別 我自己也感受很甚至在防災教育這一環 就是學生其實很容易放空 然後不像大家看待這件事情其實都是比較輕忽的態度 那這個是在那個一個高中國小他們的對比 就是這樣是一個升學名校 然後以及這個在比較認真看待的這個防災輔導團 他們所所對應出來的反應的就不一樣 那當時呢在2016年的時 2019年的時候 當時為阿豬部長他還沒有那麼有名的時候 其實那一次的那個地震啊 為什麼我們會常常講趴岩文呢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會垮下來 來擊中頭部 那當時 衛福部就是算受災是蠻嚴重的一個地方 那幫我播一下 我們快速帶過好了 不好意思 小吃攤一如往常 飲夜到深夜 沒想到俯如其來的強陣 讓他們徹夜難眠 一瞬間工作台上晚盤散落一地 所有人不敵強陣重心不穩 好 謝謝 所以像這樣子的東西 很多人都想說我要開門關瓦斯 然後躲在黃金三角 但是你看看這樣的東西 你有辦法躲嗎 你的黃金三角如何設計 黃金三角在哪裡 中國出了一個黃金三角桌 我們那時候 特別行給台灣設計研究員 就告訴他說 沒有黃金三角這個東西 大家知道那一個寫小 寫這個故事的預言的那一個人 他十七八歲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遭受他看清點看到 所以你一直在跟小朋友講說 你們要買黃摘商品 然後放一個鞋子在旁邊 避免去被碎玻璃砸腳 還不如你親自你讓他們去體驗 那我用的就是碎蛋殼 讓他閉著眼睛 那這樣子一一去累積的時候 不管是跟誰寶志工 跟老爺爺老奶奶 跟大學還有國小 以及設計周遊去對話去交流 去用這些媒體的資源 去用設計讓他變好 讓他產品均質化套用媒體 然後讓導入更多的像這是工業設計大師 他可以空中取水 然後讓這個面火器變得時尚 讓防災食品好取得 一一的把他們找進來 從點變成線變成面 然後終於消防署打射了防災專具 雖然裡面沒有那麼多台灣的防災產品 可是我們就慢慢的累積 慢慢的把他串出來 就是剛剛講到的這個防災 可以開始再放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讓大家去購買 去自己達到保護 然後拍影片教他們 然後用LINE 用減災清單 不停不停的去推播去轉送 去跟他協力單位 去跟消防署 還有廣早長崎市長 跟就是國 那個臺亞基金會 以及就是微軟 還有這些國和會 以及嘉義縣長 還有這個我要特別講的是 待會兒 這個就是這次在剛舉辦的 臺亞基金會裡面 就是預戰論壇 我們就他們的大會領悟 就是我們跟他們合作設計的這個防災金 那這個防災金 他一放上去的時候 那個有個德國基金會 他就說 天啊這個東西怎麼這麼好 我可以把這個圖板 印在掛到我的辦公室嗎 好 那最後我們就得到了 在去年得到這樣子一個 在理事長帶領之下 還有我們的好幾位的這個 立堅士們 讓我們得到這個 這個公益的銀子獎 那最後我想要再問大家 我們所學所得的這一些 會帶領我們往哪裡去 那人類呢 這個是地球歷史 4561年到現在 已經被定義為人類史 這個人類是在這個岩地層裡面 你專研心未來的外星人 或者未來的地球人 看到我們會看到什麼 我最後用這張照片 這張是那個 這個航海家 他飛出去的時候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已經離開太陽系了 他回球回來一望 他在那個遠遠的拍了一系列 太陽系雜片裡面 這就是我們的地球 小小的一顆 謝謝黃秘書 在一場演講 將談到民間志工 如何協助政府進行防災工作 我們請彭奇敏秘書長 幫我們做個引言 好 謝謝 我也是慈濟志工 我大概十七八年前 甚至我也被培訓時辰 那有些活動都會去參加 那我平常我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就是參加慈濟的 算是志工的人員 參加UNFCCC COP會議 我已經參加十年了 那過去的幾年 我們很proud 大概就是說 是台灣唯一一個團體 能夠去在UNFCC開 press conference 有記者會的 就正式的 這網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那我們前幾年呢 就開始跟我們討教 因為那個神父喔 雖然他們那個教宗說要 環境通譽 每年都在UNFCC會報告 結果每次聽的都很多 因為沒有一個NGO可以報告的相識 那今年呢我們正在準備 其實今年慈濟基金會也提出了 敬領Nedley Road的一個plan 也要報告 所以請大家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主辦大會廣治副總 還有各位前進 然後 我們都是多年老朋友 還有剛剛稍微 剛剛聽到稍微這樣子分享 真的感受到 他對這個防災教育那種熱忱 其實今天我們在科文館共同 也是想要再推動這個部分 那也想期待 希望說我們今天這個會議上看到很多 不管從學術上也好 或是實際上 這個看到感受到這樣的環境 對我們人類的影響 我也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在慈濟呢 過去這個多年來呢 在全球因應在這個 因為氣候變遷造成這樣子的環境的災難議題 然後我們到全球去救災 這個和這樣環境的一個畫面 其實那剛剛廣治也在問說 我們現在多少個國家 在救災的部分呢 我們有哪些因應的 這個因為我們要救災人員到現場去 然後怎麼樣有這樣的救災的裝備配備 所累積的一些項目 那中間的過程是需要整個產業投入的努力 然後才能夠讓我們第一 現在救災的時候 能夠好好怎麼樣 應用出來 那這個再來就是我們其他還有一些 包括這個我們折疊式的床 待會都會講 這也是因為巴西市場的一個 看到一個小女嬰在 這淹水半夜大陸行期又很冷 你怎麼樣能夠在那個地方生活這麼久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相關的這種 很快速的折疊床 相關的部分 當然很多包含我們的環保維收座的這個 毛毯去救災 這有了非常的多 好 那我們從水的部分來看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最左邊 這種比較大型的到船型的 到這種小型可以移動的 這可以背的 讓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這大型的我們感恩這個 今天的這個因緣來 真的非常感恩水利署 當時這個計畫 也在這個 憲民堂主任 這前主任 現在是六合局 這個的時代 我們一起做了QART 這非常有名在水利署的QART 這個這樣的設備 那我們把它變大型一點 這樣就變成可以用車載的部分 再來呢 同樣概念就是稍微小型的 這就是我們在去菲律賓 海業封災的時候 把這樣的設備送到現場去 那我們在那個地方 實際上在那邊應用 那你在菲律賓這個時候的概念呢 因為QART的運作 它並不是RO 沒有結合RO 那再來呢 這個部分就是剛剛廣志 先我提到的 到這個 背著這樣的設備到遼國去 遼國救災的時候 我們去實際上應用 也是很感恩 在公益院的這樣的研發 很輕鬆的 當時也是因為 可以進去那個地方 這麼多工 這個概念也是在 我們20 應該是2010年吧 還是2011年齁 泰國水患的時候啊 泰國水患的時候 給我們的概念啊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泰國水患淹水淹 不是三天五天耶 它淹了90天啊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救災的時候 我們從佩律賓趕快說 我們要送什麼去救災 今天要從 不是從馬來西要送什麼去 就叫 放泉水 他們竟然發現說 淹水水很多 但是竟然沒有可以喝的水 剛剛廣志總也講 廣志總也講 廣志總也講了 其實我們在所有救災過程 救災過程中 哪種災難最困難 寒災 真的是沒有受陸續 因為這個有重心的問題啊 然後 還要怎麼樣 如果說你的床外機不行的話 用滑槳的部分怎麼去運作 再來你看下面還有什麼 四個輪子 因為當時設計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送便當都是什麼 在淹水的地方 有時候水升水潛對不對 實際的經驗帶大家到哪裡 遼國 遼國在2018的時候呢 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水災 水災怎麼發生 潰堤啊 水壩潰堤啊 我想這應該是歷史最大的夢業吧 水壩潰堤啊 遼國為什麼這麼弄水壩 因為它靠韓國人 一起來蓋水壩來發電 來賣電來賺錢 水壩他們打算 預計在2020年的時候 之前呢 不是2018 那時候預計在2020年 在整個遼國盡量要蓋100座以上的水壩 所以那時候潰堤很嚴重啊 潰堤來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那個 我們去當地的時候 那我們看那四輪傳動車還要涉水進去 相當危險 那是一些狀況 你看房子都被這樣怎麼傾倒 那我們還有當地的 那些老先生他們說 他們有的人爬在電線桿上 屋頂上躲了整夜 因為大水來的時候是晚上八點躲 那這是過去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我們很感恩那時候 就是把鋼小套 原來在台灣設計是用背包背的 那我們國際救災 我們就把它改成什麼 心理箱 所以裝成心理箱形式的 那一樣蠻臨時的 所以心理箱也是 趕快臨時去找 用自己的工廠去買 可以符合下去的就裝上去了 所以我們帶兩套去 然後在那個地方就裝置起來 同時我們帶這種 所提示的這種水箱 去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這個泥巴 幾乎四輪傳動車來這邊 有時候都快調車 就非常非常的陷在非常深 在這個地方 這個中災區的一個村子裡頭 那這些戰民一大早就來排隊 那前天已經拿走了 就來排隊 那還有一些人就這樣涉水過來 帶著這個桶子過來排隊 還有人坐這種鐵牛車過來 那 我們看到很多小孩子都負責過來 那我這邊特別要跟大家分享一個照片 跟小孩子負責很多 因為我們發糖果 小朋友很高興 我們在那邊有這個 帶他們在玩 就有一天呢 下大雨 我就看到一個小女生 背著一個更小的小孩子 就踩著這個泥巴這樣走上來 走過來 然後她還不是坐在附近 他們家還在這村子 因為從來在這附近的小朋友玩 都沒看過她 我們想想台灣有沒有報導 什麼事我們的小朋友要這樣子 需要為了水 她背著小孩子幾公斤 要帶著水 下雨天 而且刺腳 總讓蛾巴走回去 哇 非常震撼 出帝的我們剛剛跟水利署的合作 我們都知道在這個龜山國小 南四溪北四溪交流的地方 哇 那個水夠大了 整個翻成這樣 所以我們當第一時間到那個現場去看到的狀態是這樣子 所以馬上出動我們這種 特別要這種大型的 就直接上貨車送到現場去 到現場 就在這個廣場還很亂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設立起來 同時呢 我們也有一個 這個 準備了 這個 這叫什麼 裝水的桶子 因為我們知道大水過來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水量整個衝過來 那時候是 南四溪北四溪交流的地方一個大轉彎 聽說那時候水進來收上兩層樓高 然後在那個現場也往生了一個 兩個老先生 還找不到屍體 那各位 這個汙水過來的時候 家裡所有的這些容器 是不是都怎麼樣 就被 汙染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 這個 也準備了一些 這些容器可以 這個來 讓他們可以帶回去 那所以現場呢 就有不同人來 騎機車來 走路來 來提回去 一個一個提回去 甚至我們還有 郭軍也協助一起來 包括送到更前面的前進指揮所 等等 那這個地方就是 在那個現場 我們也 這個 很感恩有水利署的 一起的 這個合作 我們可以這個出入這個災區呢 剛剛講的食物的部分 除了我剛剛講 優貝那就是香雞飯的部分 泡起來就像一碗真的 再來我們之後呢 我們還有幫做成 行動廚房的概念 從最左邊上面 那個畫面呢 就是我們其實在2002年呢 就已經做了一個叫什麼 我們就搭愛餐車啦 其實2002年 大家現在看這個覺得很正常 2002年的時候 做搭愛餐車 其實那時候是因為 在那邊煮湯煮熱食 然後有瓦斯爐 然後地上又濕又滑 小朋友可能也會在那邊走來走 有沒有很危險 很危險 結果商人就指示說 可不可以把這些東西 弄成一個 放在車上 然後直接可以載去什麼地方 結果那個師兄呢 新竹的師兄 他就把他研發 因為他自己有車輛專業 他又很喜歡煮東西 他就把左邊那台開做起來了 然後把他進行動廚房的部分 那整個裡頭打開的概念是這樣子 他基本上有不同的模組 那這個模組呢 可以 廚房模組可以根據需求去抽換的 例如說在星巴威的部分 他可能他就說 我炒菜鍋不用兩個 我炒菜鍋只要一個 但是我煮飯鍋又要很多個 因為當地的人要吃很慢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還看到有什麼 眼衝 這在負淨航空難 我們在 河邊去酒菜提供給 這個熱湯熱食的時候 照片 好 那這個一個畫面看來 就是怎麼樣上車下車 四隻腳的拉開 然後油壓上升 或是用手壓上升 然後車子板骨進去 然後再把油壓放下來 腳收上來 然後上車 然後就可以走了 好 那這次就跳過這輛律賓 現場他們組的一個畫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實際真的 不是玩具啊 是真的可以做的 好 那美濃 就是 20 這個美濃地震的時候 我們也兩台行動 廚房都在那個地方 因為地震的時候 救災員24小時在救災 我們就在那個地方 提供24小時的共餐 平常白天的時候 就是靠我們 從進食堂送這個便當 一個晚上喔 送掉幾條麵 216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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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 我一大袋的那個 叫做灌尿麵 算一算 昨天晚上 煮了兩百 那接著這位 那當然還有另外 希爾特的部分喔 這個喔 今天沒有時間 講一點 剩下一點時間 後來我們也講到 這ATD我們也有設計 太能廠商喔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快速的摺疊床 還有LED路燈喔 平常就放在我們各園區 它就在充電 那災難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抽起來 螺絲衣抽起來 透過環保車 送到災區區 我們在 花蓮地震的時候 花蓮地震的時候 我們第一 那天真的是 我在花蓮真的被嚇到 從來沒有被 花蓮地震嚇到 那次真的嚇到 我們在現場 結果晚上 一個帳篷 同時會搭起來 在中華國小 但是晚上起來的時候 完全沒有燈 而且那個隱身 老人家起來都會有辦法 所以我們馬上就 全捨我們 LED燈 調集到現場 馬上組裝起來 去供當地的電 還有可以充他們的手機 今天很快的 除了在水部分相關 把我們此地救災的一些 重點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內容 以上分享 感謝大家感恩 接下來是我們的綜合座談 如果您對剛剛演講的內容 有想更細膚的了解 或是有不清楚的地方 詳請講者說明一下的 或是對於政府 民間的房財工作推動執行 有什麼想法或建議的 都可以提出來 詳請台上的主持人 及講者 都能給予適當的回覆 接下來 是不是 歡迎 其實 今天感觸蠻多 不過 剛剛看到很多的參選 在主菜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肚子都餓了 是 那我們就設定在12點結束 那大家有問題 快問快答 可以趕快出來 那請 各位還沒有問題之前 我自己看完 這個四個簡報 我有一些感觸 很簡單的說 第一個 我建議製作水利署 其實那個防災資工非常好 我有看到別的部位 已經嘗試建立 類似ESG的平台 為什麼 就是說你們做這個事情 有些企業就是找不到這個 有些社區就是找不到企業的 support 那你把這個好的 能夠讓大家能夠知道 再多一點跟企業的連結 這個是很重要 這個馬上就可以做 那第二個呢 是哈巴這個案例 哈巴其實 我覺得他跟水利署合作的案例 一些可能摩擦又好 這一定有一些衝突 像我跟氣象局合作也有 但是最近都很不錯 所以這個過程呢 要讓很多的公務員 或是民間多一點了解 公務員其實很多都是很傑出 很認真的 他只要願意 我們觀念一轉 攜手合作都可以做出很多的事情 那持續呢 其實還有或是我們防災產業協會 各位可以觀察到 防災就是一直不斷的在創新 而且呢 就是民間的力量非常的大 那未來呢 我們的 昨天我剛好有一個場合 跟李鋒員教授在一起 其實都談到未來的災害 我們沒有辦法 這個 全世界都一樣 都是從經驗教訓中 學習成長 但是如果呢 都是靠這個 代價都太大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一點準備 多一些鼓勵創新 政府的防災量能 多一點跟民間合作 這個是我們想到的內容 那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要 發言或是詢問的 我們要不要請我們的 今天 那很多都是你那時候 當環奈中心主任的承諾 非常謝謝 主任還有我們四位獎者 我想今天來到這邊也有 勾起 很多的回憶 那也相當的感動 尤其我覺得 最後我從最後一個 柳師兄這邊談起 民間的防災產業 我覺得這個地方 只可以來做思考 因為 那個 生長QR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要怎麼樣 那時候我記得還跟 慈濟這邊一直聯絡 我們怎麼樣 要去拿到乾淨的水桶 然後來讓民眾可以去 那第二個是 那時候我一直跟那時候的市長 黃仲雄黃市長在談 在聊 就是說 防災的東西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不能災死的時候 才拿來做使用 所以他那時候一直跟我分享說 慈濟的相機飯 他說不可能等到救災的時候 慈濟再去生產相機飯來救災 平時就必須把QR拿來做利用 可是怎麼做利用 這個是需要做思考 防災其實發展得很快 因為我很重要 我們那時候也是一直想要突破的 就是怎麼樣把企業的力量 拉下來 當時我們是先想到的是 讓企業來幫自主各區 自主防災來拉 我很感謝 因為在去年認識他之後 其實我們慢慢開啟 這個資訊的這個防災 基本上剛剛那個局長說的 這個平台 其實如果用碳的 調適也是有這個方頂的 也是要做一個媒合的 因為企業了解這個平台的重要性 對他自己有用 對大家都有用 所以這個可以再創新來思考看看 這是我的回憶 來 師兄 好 今天感恩這個學律所佛 這樣子一個領導會 可以結合這個公司部門 然後還有產官學 大家能夠共同有一個共同的願景目標 大家一起努力 全台灣總共2600多所學校 我們期待能夠把這樣子的 環保防災教育的理念 能夠深耕在學生當中 我要表達的是說 資料 資訊 還有開放的力量 其實是蠻大的 然後它是在各個 在整個結構上 它實際上是促進大家合作的 一個很關鍵的一種方法 那這個方法其實並不是很普及 那在我們的實踐裡面 它其實可以在很多地方 不管在防災 在各個領域上 它其實都可以用上這一套的方法 那整個的關鍵呢 其實在於跟開放社群協力 因為開放社群後面代表是很多開放的力量 因為在開放的角度來講 幾乎它都是公益的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無法自行為運 就好像道路並不是 道路你是不能叫它有產生的 在座的很多 如果是工部門的話 其實真的是 人在工門是好修行 我們多願意去幫忙一些人 多做一些事情 其實它就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手上有很多的資源 可以去幫忙一些社群 全民的這個防災工作 其實不只靠社群 靠志工還有靠企業 當然還有像慈濟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我們希望說透過這種全民的力量跟科技 讓我們的防災的工作 能夠更為紮實更深更廣 就是作為產業啊 其實像上個月的那個地震 大家如果有像電商平台 或者是一般的這種賣場 應該是防災的背包 就是搶購以控 那我這邊做一點工廠廣告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那個協會網站 或者是臉書去看 我們現在有一個 剛剛我講到的那個Volby 那個防災盒 其實它裡面其實是符合 當初在包裝的時候是符合ESG 而且因為在防救災的產品裡面 台灣的民眾可能比較樂觀偏見比較多 所以其實慈濟開發出來很多產品 他們都做得很快很好 離開我們工作崗位 離開我們的身份之後 其實回到一般你的生活裡面 你如果去想像災害 然後你會需要什麼 那個防災生活化這件事情啊 它可以就是展現出自己你的需求 然後就會有對應的商品 那當你開始有這樣的儲備 是自助互助的時候 未來面對災害的時候 你的任性才會長出來 那謝謝大家 那個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最近有一個比較讓我難過的事情 就是剛剛提到台南市啊 人德區啊 惡行力的里長啊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它在資歷在社區的自主防災社區 很認真很踏實 不過很不信往生 那這件事 我要什麼 在最後說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問題喔 其實自主防災社區 520個社區 只要參與的人 各位去看的時候你就發現 大家臉上是快樂的 因為人跟人之間有互動 有連結 他們因為有這個互動 有這個組織 有這個平台 所以是很快樂的 不過快樂的背後 我看到的是 年輕人很少參與 年輕人很少參與 其實這個現在台灣 最大的問題就是 年輕人真正參與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不多的 其實不多的 所以這次我找了所有公民 也找了慈濟 還找航待成員協會 我希望透過剛剛請民宣 我提到ESG的導入之後 我希望讓年輕人 在這個社區上面 能夠自己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在 現在老人是快樂的 年輕人是躺平的 那台灣未來怎麼辦 就是你講的 我們要往哪裡去 我覺得從扎根 社區才是最重要的 謝謝 今天這個活動 我覺得那樣很意義 改變以前的 簡報的方式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時間 有點短 要有一些工具 而且我們還沒有真的 探討到 我們每一個企業 每個民間 怎麼去應一大的感嘆 那這個的意識的提升 需要大家多一點討論 不是只有你們 告訴我們 不用怕不用怕 這個不對 這個要讓大家一起來參與 一起來投入 一起來承擔 這個才是一個好的方法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一位講者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加 感謝各位在過程中 提供寶貝的建議 相信透過今天的活動 能讓我們在推動防災的工作上 更加精進 另外提醒大家 在會備有參合 離場時 請在門口領取 謝謝大家